Hello 大家好 我是達琳 今天呢 要來煮紅西式咖啡給大家看 好 那因為是在家裡做這件事情 比較不是專業的地方 很簡便 然後也會一邊幫大家介紹 因為我下禮拜就有考試啦 所以就錄個影片跟大家分享囉 好 開始 這邊是我煮紅西式咖啡的器具 然後這是下壺 這是上壺 還有綠布 綠布通常第一次煮的時候會先煮一次水 這樣你的咖啡裡面才不會有綠布的味道 那像這個大家看得出來顏色已經有點腫了 就是 對 我已經用很多次了 把它放上來 把它套好 然後記得要拿你的攪拌棒把它置中 因為這樣等一下氣泡才不會從單邊上來 這樣子你的咖啡萃取就會萃取得不完整 攪拌棒呢 有面積比較大的 或者是比較厚的 每個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 就是你的力道煮法 然後去挑選適合自己的攪拌棒 那我的就是最簡單的 嘿嘿 好唷 Tiamo的 OK 水倒好了 我把我的咖啡丼也摸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已經直接在裡面了 超香的 可以聞一下鼻前乾香 好 我們要整理以後呢 那跟大家說今天我煮的呢 伊索比亞也加雪菲的風之谷 大概海拔1900到2100左右的高度生長的咖啡豆 那喝起來呢 會有檸檬的味道 縫手乾的味道 是比較有果香的 那我今天想要用比較高的溫度來煮它 好 Irro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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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即可 水 煮 放入 煮 煮 淀水泡倒掉,然後包裹 切成沼を加減 切成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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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我会加一点牛奶 如果我想要喝马铁的话 可是当然是喝咖啡的原味最好啦 而且我们这是精品咖啡 该产区好的庄园前的后备 所以我当然想喝原味最好 但我还是喜欢加一点牛奶 个人喜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